《时事造英雄》 俗话说时事造英雄 但用在老人张亦凡身上 改成时事造书法家 似乎就更合适些 作为一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一九二零年生出生的人 他和当时一些年轻人 选择路径是相似的 十九岁 在中学毕业之后 他就参加了军队工作 由于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他从事文职工作时间较长 先后担任过线委文书 报纸编辑 记者 副社长等 小小年纪 他的社会经验 在战火中越磨砺越强韧 工作越干越出色 曾隆立军中特等工 三等工各一子 一九四九年四月 他曾随队伍至福建 短暂担任 江欧县委书记兼县长 不久 他被调到大西南地区 当年十月 二十九岁的 他被任命为贵州龙里县委书记 此后多年 张亦凡大半生的时间 在贵州生活 最高官至审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为人聪明 并且爱好广泛 临退休时 他重拾笔端 将书法培养为自己的主要生活内容 一来可以移情养性 二来可以修养身心 退休前后的一九八零年 他带领了一批只同道合 爱好书法人士 迅速组建省级书法家协会 并于当年十一月成立 众多人士将选票投给了他 他因此成为创贵以来第一任书协主席 当时他整六十岁 那时 贵州书协人才积极 交流活动频繁 书法在贵州 是一个热门词词 在张亦凡的推动下 筹建完成了影响意识的黄果树碑林工作 省书协将书法展办到了日本去 由此他的名气在当时有着较高的认可度 正值省书协十三年之后 他又被选为省书协名誉主席 文从沈梦了解 这显示出他在当地有较高的社会声望 张亦凡的书法底子很厚 风韵独岛 圈内对他的作品也早有定论 大气奔放 多用远笔书协 有阳刚之美 近年来 张亦凡年事已高 再是否不确定 关于他的新闻也极为少见 但似乎还见到过他九十岁时的书法作品 如今按时间算他已经九十八岁了 我们一起祝愿 老人身体健康 由军队人士到书法从业者 张亦凡的书法 也许算不上典型的书法家造诣 但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影响力 也曾经在圈里有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后 或许会有更准确 更客观的评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